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4月4号清明节 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就是300万人攻击李克强 今天是李克强去世之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中共已经预料到了会出现大规模悼念李克强的活动 于是就部署了大量的监控和维本人员 但是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 目前有将近300万人次自发的前往李克强 在合肥卢阳区红星路上的故居献花 这个凸显出民众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悼念李克强是借题发挥 并不一定是真正觉得李克强有多么的了不起 那么这个就像是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悼念周恩来一样 实际上当时的人们表达的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不满 那么大家悼念李克强 当然是因为李克强讲了几句真话 这个6亿人这个人均收入一个月不到1000了等等 然后呢 加上李克强又更愿意沿着改开的经济路线走 这个就是民众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自发悼念的原因 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时候 北京曾经举行过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当时呢 这个习近平在首日发表讲话之后 次日就带着一众高官中途离场前往越南去访问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总理李强走了跟李克强一样的经济路线 让习近平非常不满 拂袖而去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呢 习近平出访越南本来计划是在12月14号到16号 但是呢 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提前到了12号 从时间上计算呢 习近平等于是12月12号这一天完全没有能够出席 这一整个一天的这个中央年度经济会议 大概是上午9点钟 最晚不超过9点钟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呢 这也是他首次缺席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知情人士透露说 就是因为他对李强极度的不满 可以说是拂袖而去 而李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检讨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过关 随着李强的失宠呢 蔡奇就进一步故宠 蔡奇的这个得到的这种宠信呢 就更进一步的加强了 新华社4月3号的消息说 蔡奇呢 以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 主持了这个领导小组的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 这样呢 就证实了这个蔡奇确实接任了党建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 根据公开的资料 前任组长就是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把这个党建的工作也交给蔡奇来管 这个呢 就赋予了蔡奇在意识形态上这种沙皇的地位 或者说王沪宁作为三朝帝师 但是现在呢 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已经被蔡奇抢走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个眼 表达一下您的意见 那今天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呢 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在最近一段同学聚会的视频流出来了 大概是14分钟的时候 他呢其中谈到了三中全会 范长龙谈三中全会啊 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 咱们一会儿呢也来看一下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能够从中分析出来什么 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话题啊 今天是清明节 也是传统的这个悼念祖先和侍者的日子 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江苏难通啊 因为一则一风一俗的政府通告上了热搜啊 而且挨了骂 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清明的时候烧纸钱 我呢就发了一个推文开玩笑 我说大概是政府工作人员收到了阎王的信啊 说再烧纸的话 阴间就通货膨胀了 但是呢 不管是不是这个禁止烧纸啊 清明节都是一个悼念逝者的日子 呃 旅美的资深媒体人蔡神文先生呢 在这个今天在推特上啊 发了一个呃 影片啊 这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简直是这个花的海洋啊 白色的花 黄色的菊花 简直是花的海洋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李克强的故居 呃 现在这个民众呢 在献花的这些人呢 他们用花已经把李克强的故居前面 变成了一片花海 呃 而且呢 就是这个人数呢 这个不断的增多 大家还在不断的往这个方面 这个这个地方去走 凸显出了民间对于李克强的正面的评价 蔡神坤呢 在他的文章中说两天以来啊 不仅有三百万人前往献花 而且地上连一点垃圾都没有啊 甚至合肥的出租车司机只要去红星路都是免费载客 所有的花店老板都是用成本价提供白玫瑰和菊花 在另一篇推文中 蔡神坤则评价了这位被视为中国近代最弱势的总理啊 那就是如果不算李强的话 那李克强确实比较弱势了 最弱势的总理啊 就是他说这个李克强的作为共情团系的标志性的人物 本身就具有某种悲剧的色彩 十年总理当的极为窝囊 政治上毫无建树 经济上狼狈不堪 被习近平搞的这个经济啊 就是等于是李克强一直在跟习近平较着劲嘛 这习近平一直先往左啊 然后呢李克强一直先往右啊 在很多方面他们两个都是有不同的意见啊 然后呢就是甚至有一些公开的冲突 李克强啊 因为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不来源于习近平啊 他实际上是相当于胡锦涛隔代指定 再加上跟江泽民那个派系妥协的结果 所以说他呢可以不鸟习近平 但是呢这个现在李强是不行 因为李强的权力完全是来自于习近平啊 就是你权力的来源就决定谁是你的老板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李克强呢 还是跟习近平之间憋着这个劲儿哈 他虽然当的很窝囊 就是这是从党的序列上来说的话 他不得不听习近平 但很多经济政策上李克强还是总是想要 有所作为 甚至他有的时候会召开一个什么全国的 什么省长的会议啊 什么之类的啊 好几百人来部署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 他的这个政策啊 他的这个路线方针 那后来呢 这个李克强就猝死了 猝死之后呢 这个反正 这个我其实我也到现在为止也很难相信说 这是习近平下的毒啊 就是但是对李克强的这种冷落和他对的这个发病之后救治不利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哈 所以就让人感到李克强的死啊 是这个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人们悼念李克强 其实也是借着悼念李克强悼念一个失去的时代啊 就这个改开的时代 也悼念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好日子啊 只要共产党在的话 他们这个日子就不可能再好起来了 呃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发泄 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1946年的四五运动啊 就是1945年的 这个也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就是1976年4月4号到4月5号 当时也是清明节嘛 当时全国各地的人自发的赶往天安门广场啊 然后呢发生了大规模的这种群众抗议活动 其中他们这个在晚联上写了很多的诗啊 表面上是悼念周恩来 实际上就是发泄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 最后后来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病入高光了啊 在这个毛远新不断的传话的时候 毛泽东把这个活动的定性为成为 一个这个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所以后来呢 这个北京就出动了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啊 用木棒啊 就是暴力的镇压了在广场上的群众 包括那个花圈都挣到卡车上就给收走了 而且呢 就是说当时认为 这个四五天安门事件背后是有黑手的 这个黑手就是当时的中国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所以后来在四五事件之后 邓小平就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说邓小平三上三下嘛 就这就是最后一次下去了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还是被周恩来骗了啊 这个去悼念周恩来 周恩来其实是一个极度残忍 无人性 自私 这个而且又特别善于表演的那么一个人 呃 他是根本就不把别人的痛苦和这个生 这个 性命是放在心里边的 这个这个人非常的自私 而且非常善于表演 虽然如此呢 就当时的这个四五运动呢 也是一个风效标啊 虽然是好像表面悼念周恩来 实际上发泄的就是对毛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不满 那么这一次对李克强的悼念呢 其实也是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对习近平重回文革的不满 呃 中共呢 现在还没有像当年四五运动一样去镇压啊 就他要是聪明的话 假装不知道 假装没看见的 过了这个清明节都是把花一收啊 这个事就应该算混过去了 民众对李克强的这种悼念呢 当然是出于经济原因呢 这就说到去年十一月 这个去年十二月十一号和十二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两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 实际上是为第二年的这个经济工作定调子的 习近平在首日的这个呃 会议上呢 还发表了讲话 呃 第二天呢 就中途离场前往越南访问 我们这个频道在去年十二月十三号的时候 这个节目中还特别提到这个异常的现象啊 呃 根据中共官媒的消息呢 你可以算这个时间 习近平到达河内的时候是在十二月十二号的中午十一点五十分 从北京飞到河内大概需要四个小时 越南跟北京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应该是北京时间早上九点起飞的 那九点起飞的话 你在从中南海这个赶往这个机场啊 这个过程大概也得有这个一个钟头吧 再怎么着也得有一个钟头吧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当天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 就是一分钟时间都没有 这就意味着说当时中国的经济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啊 习近平本来是应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 但是呢 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开到一半 习近平又带着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 还有云南还有广西的省委书记就跑掉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跑掉了呢 根据海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说法 说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开到一半 习近平气坏了中间是拂袖而去 原因呢就是所有的部门都在抱怨啊 说现在经济出了很多的问题 而解决方案的都是李克强当年的方案 保民生保就业保基本面的运行 而不是去搞什么新制生产力啊 或者是习近平要搞的什么高端的制造业 当然可能李强自己也认为经济往下走的话 靠那些这个科技创新的其实是 还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 大家现在也知道哈 就是所谓中国现在所提出的新制生产力 就是习近平的新三样 并不能够解决很多就业 是吧 电动车你能够到底生产多少量啊 对吧 现在的中国汽车行业到底能解决多少人就业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什么太阳能面板啊 还有李彦池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 你生产多了 你只能出口 出口完了之后的话 又跟其他别的国家加剧了贸易冲突啊 同时国内又解决不了什么太多的这个就业的问题 所以呢 李强他可能觉得还是得搞那些民生的这些工程啊 或者说是那个民间的这种企业 但是呢 李强不好意思直接跟习近平讲 所以呢 就让底下的人把这样的意见放出来 那这一放出来之后 这习近平也不傻啊 他也知道这是李强在背后啊 所以这个会议呢 就等于是不欢而散了 所以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李强呢 还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 开的药方呢 是李克强的药方 由此引发了习近平的不满 其实我觉得李强啊 很可能对中国的经济还是有感觉 而且有常识的 李强这个人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不是习近平压着他的话 他很有可能算是一个 虽然平庸 但是也不至于太离谱的总理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 比如说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上海一开始一直是搞叫做精准封控 他主要是要听听那个专家的意见 比如说张德宏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他没有以意识形态挂帅 而是以这种就是比较科学的方式去应对 就没有搞封城 两年多都没有搞封城 那后来等到习近平严令封城的时候 李强也没办法啊 于是就封了 但是李强呢 肯定心里面还是过意不去 所以在二十大召开完了之后 一个多月就借着白纸革命的压力 李强就劝习近平全面解封 这个事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李强当时 这个让习近平解封这个事情 也是他长期想做的一个事 因为毕竟要发展经济嘛 他马上就要当总理了 是吧 那如果你一直封城的话 他也没法搞经济啊 这样子就劝习近平解封了 说到这顺便说一下啊 其实这个疫情一直没有过去 咱们现在可能是很多媒体 就是不再报 不再谈这个事情了 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在死人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啊 说北京大学连发13份复告啊 其中10人是这个中共党员 这13个人里面8个是教授啊 5个是党政官员接连病亡 这两年其实有很多很年轻的中共的官员 或者是技术骨干 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啊 像汤晓鸥是吧 反正我觉得呢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我觉得跟着中共肯定会倒霉的啊 因为中共它就是一个邪教政权嘛 这么多年以来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啊 按照这个佛家的说法是恶业无边的 跟着这个中共肯定会倒霉啊 所以就是你是中共的党员 在这样的这个疫情期间 我觉得就相当的危险 OK回到李强这儿呢 就是劝习近平解封这个事 让习近平其实非常的不爽啊 就是给外界一个印象 就是李强好像还能够扭转习近平的政策啊 习近平自己还不是定于一尊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 就对李强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满意了 再加上这个经济要方用的是李克强的啊 无非就是什么地摊经济啊 政府要放管服啊 就政府要放权啊 缩小政府权限 要给民间更多的经济自由啊等等 这种事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都不喜欢啊 习近平想要的是国进民退 想要的是控制经济 想要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啊 想要的是搞这种高科技啊 搞这种什么大链芯片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 就是搞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其实啊 我觉得中国不能够完全搞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啊 因为像美国呢 它搞高科技或者是金融有它的优势 一方面就是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氛围 就是它有思想的自由嘛 所以很多人它可以就是放开脑洞大开的去搞一些发明创造 但中国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美国它有这个完善的法治去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你真的造出一个东西 想出一个东西来的话 你是可以从中申请专利 然后获利的 但中国的话呢 你好容易搞了一个东西 很快就被别人删债 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所以第一你没有思想的自由 第二你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 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去研究知识产权 这是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所以我说美国呢 它搞高科技搞金融 有它的优势就在于说 它有这个稳定的政治制度 然后有完善的法治 再加上思想的自由啊 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加上美国的人口 要比中国人口要少得多啊 所以虽然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造成美国经济的衰退 但是其实呢 美国人的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啊 至少还能够再撑一段时间 但是以中国这种人口的规模 你必须得有制造业 必须得有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制造业 你全去搞高科技的话 根本也不现实 反正不管怎么讲啊 在习近平的压力之下 李克强的那些这个政策的话 必须得扔掉 所以李强呢就只能转向 所以李强在这个到湖南调研 上任之后首次到湖南调研 那是去年三月份 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到湖南调研 他呢就开始这个强调 要推进什么高端的制造业啊 这个包括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在中共深改委第三次会议上 这个李强呢也在讲 要推动国有资本 向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这就是国进民退嘛 就是把国家安全置于这个经济发展之上 这都是习近平的方向和政策是吧 所以呢就是说 从李强现在目前卫卫缩缩的样子啊 也这个 这个中国发展扣层论坛也不去见美国企业家了啊 这个两会完了之后也不开记者会了 卫卫缩缩的样子就感觉李强完全还没有走出阴影 或者说他的检讨还没有过关呢 他还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所以其实李强呢是很难办啊 就这一次大家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就是耶伦访华的时候 在日程安排上竟然还要见刘鹤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刘鹤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 他既不是国务院副总理 也不是什么经济小组的成员 但是耶伦访华竟然还要见刘鹤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习近平在借助刘鹤去敲打李强啊 所以李强现在就很难办 因为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搞经济 你肯定搞不好 对吧 不按这个思路办的话呢 肯定会被习近平整 所以李强修改国务院条例也好啊 工作条例也好 或者说他这个现在不怎么出来 这个公开的活动 或者是做什么指示啊 彻底躺平啊等等 应该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随着李强的失宠呢 那蔡奇的地位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 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4月3号开会 跟以往党建会议不同的是 大家注意啊 这一次党建会议的核心目的 是依旧是要将党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中央上来 要听习的话要做到两个维护啊 这都是老乘长胆啊 但是呢 后边这个动作很大 就是中共要在4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 在全党开展一个叫做党级学习教育活动 这个是自去年4月 习近平亲自要求和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 强迫中共官员服应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 这个主持这次4月3号部署这个工作 这个会议这个部署这个工作这个会议的啊 就是党建的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了啊 等于是蔡奇她的这个职务就公开了 之前这个党建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职位呢 也给了蔡奇 除此之外 这个蔡奇在今年4月份啊 就是前两天还被证实 她已经兼任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然后南华早报 今年3月份报道说 蔡奇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兼任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 所以蔡奇现在的她头衔是左一个右一个呀 不断的把她脑袋上夹呀 估计习近平也往不过来了 就把这个事全给蔡奇了 所以蔡奇的权力正在不断的扩大 蔡奇的权力早已力压所有的常委了 大家注意哈 就是蔡奇现在在搞这个全党 这个党级学习教育啊 在我看来类似又一次的延安整风运动 就是蔡奇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会肃清党内对习近平忠诚度不够的人 我相信蔡奇呢 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建的成绩 也可能会抓住 很可能会抓住几个动摇分子啊 咱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我觉得蔡奇 这次这个搞这种什么教育啊 这个 其实就真的是很像当年的延安整风啊 就是 也是借这个机会呢 让各级官员表面上向习近平效忠 但实际上向蔡奇效忠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因为蔡奇在抓这个事嘛 就你做的事情得让蔡奇满意才行啊 整风呢 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其实抓革命是没办法出生产的 但是革命还得抓啊 所以蔡奇呢 还继续抓革命啊 呃 所以我说蔡奇呢 目前已经取代了王沪宁 成为思想沙皇啊 其实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蔡奇真的是离出事不远了 今天呢 最后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事啊 就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呃 流出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的标记是今年2月15号就正月初六的时候 这个范长龙呢 在辽宁的丹东老家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有一番讲话 大概是14分钟 这个范长龙呢 就聊起了他的退休生活啊 范长龙提到说当局给他设立一个限制 就是说要求他离开北京不能超过一个半月 他没有说明原因啦 但是呢就说 确实中共高官呢 像这个范长龙这样的人 他走到哪儿都得报告 都得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的 蔡奇不批 这个习近平不亲自批的话 也得蔡奇批啊 否则的话他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活动的 就包括他参加这样的一个同学聚会啊 肯定也是得在这个中央办公厅报备的 他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活动的 所以其实中共官员到了这个退休之后 跟软禁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权力的话也没有了 但是这个人身的自由其实也没啥 也没啥自由 范长龙呢在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 大谈自己离职之后都干了什么啊 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很多中共的官员 高官呢 特别是离职之后就 大家都觉得你没权利了嘛 就没有存在感 所以说他呢就开始吹牛啊 他说他自己也没闲着 他原话说有些活动呢 还要你参加 有一些文件还要看 然后范长龙接了一句话 就特别的关键了 他说你先要召开三中全会啊 二十大重要活动要你参加 还要征求你的意见 就感觉好像是 他还 我们叫stay relevant的啊 还好像他这里边有他什么事一样啊 就是我还得看文件 还得提意见的啊 那这个范长龙呢 他提到这个三中全会二十大等等啊 这些事他还提到 他是这个这个从军五十年 要写一个什么七万字的传记之类 咱就不说了啊 但是范长龙这里边提到了三中全会 范长龙提到了二十大 提到了三中全会 那二十大已经开过了 那三中全会呢 到底开过还是没开过呢 把这两个事情并列起来 我觉得三中全会显然是没有开啊 因为三中全会是不可能秘密召开的 作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开这个中全会的时候的话都得来 中央委员二百多人 中央候补委员二百多人 你聚到一块的话 加在一块四百人 再加上那些什么 其他别的七七八八的那些工作人员等等 到京西兵馆去开会 这个安保规模的话是很可怕的 这个一定是这个安保规模非常的严密 这是你根本就瞒不住的 而且这个肯定也是要封接嘛 然后媒体也不可能不报嘛 所以范昌龙提到三中全会的意思呢 说他还要提意见 那显然是要开三中全会 而且呢可能很快就要开 我们看范昌龙讲这个话 他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那现在的问题是从二月份 从范昌龙讲这个话 到现在又过去两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开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之前是一度传出 三中全会会在三月份两会之前开 就二月底的时候开 那范昌龙当时讲二月中旬的时候 讲这个话呢 可能是原本打算是在二月底开的 我相信是这样 但是后来还是没开 为什么没有开呢 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 和人事安排还没有搞定 到底要不要把秦刚的这个 要不要把秦刚的这个 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头衔拿下去 然后呢这个 李尚福怎么处理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人事安排没搞定 然后呢三中全会一般来说是谈经济的 那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呢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消息 所以说这两个事情都搞不定 所以你会觉得 就是以习近平的独裁 竟然搞不定这种人事安排 然后呢这个经济政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公开 如果这两个事情都忙不过来的话 就不用说其他别的事了 就更不用说什么打台湾的 什么其他别的事情 我其实习近平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所以三中全会呢 肯定是没有开始 这个因为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想这样的事情 可能过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的会散播出来 到时候咱们再有了更多的消息 再跟大家去聊这个事 而这是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三个话题了 借着李克强这个三百人攻击的这个事情 说了一下这个 大家借着这个发泄的对习近平的不满 我觉得这个社会动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最后呢 想感谢一下中国大陆的王先生 给我的福音力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 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 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敬全会员网隆重推出 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 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 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 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 前瞻未来的风云 今天就登陆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